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我是老卡 今天呢又来拉了一趟那个混合土 堆肥吧 那个昨天看的意犹未见没有多少似的 其实这两天还是礼拜六两天是非常忙碌 本来还有我朋友邀我一起进山滑雪去呢 礼拜五我接到通知 礼拜一就开始上班了 忙碌的夏季就要开始了 所以说呢我得收拾收拾 突然想起哈 实际你看我这接到了通知哈 现在才想来一大堆事要做呀 所以这两天根本就做不完 忙忙叨叨的 这个呢就让我想起另一个话 我就觉得我这个工作我觉得是挺好玩的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懒散的人 如果天天休息哈 我觉得那就得出去旅游 因为旅游你管去一个新的地方 你还得计划计划 相对来说早起一点啊 那个总之呢你得自己就是更严格点 如果要是搁家里哈 我确实太懒散了 今天 其实一开始想的挺好 又锻炼身体又干这又干那的 反正我爱好也多 但说实在的过两礼拜就没个人样了 这样呢每一个季节我还干干活 我真的觉得还都挺好的 对我身体也挺好 而且这个良性循环 夏天就多干点吧 夏天反咱这地方也是 冬天天特别短 夏天特别长 那就多干点活 多挣点钱 完之后 在那什么 休息的时候就好好休息 多玩一玩 而且呢 这本身来说你能干这些活 相对来上还是算是一个比较重的体力活什么的 你不敢干什么 他时间也很长 他说明你身体还不错 而且呢 这又说起来我们回国 回国是挺好 吃的也好 天天玩的也好 但是说心里话 就是完全一个失控的状态 我主要是说体重啊 哈哈哈 长了那么多 就是干活呢 我其实我就是控的体重特别容易 我觉得他因为生活特别规律嘛 所以说你就特别容易控制 你自己吃点什么 这个热量什么的 你也不用算 大家这心里都有数 那很快其实就能降下来 而且我们现在人啊 我都认为实际是这个营养肯定是过剩的 你不管吃什么啊 跟咱们小时候或者那种 就是吃大高粱米 那种营养成分非常低的 这个时代已经完全过去 不管你吃什么 我觉得足够你就是一天的那个 只多不少 所以说呢 我的意思是干活对我来说 真的还是挺好的一个事 但是你全年让我干活 我还真是觉得那也挺累 挣的钱给谁花呀 这是闲话了 但总而言之我觉得就是 新的一季又开始了 虽然我有很多那个视频还没整理完 那都没有办法了 那个让有意无意慢慢整吧 我这头估计上班了 基本上休息时间就很少了 有时间也得赶紧睡觉 简单的就跟大家汇报 今天呢也不可能忙完 家里呢那门啥的都有点坏了 我就拖拖拖 今天得赶紧修 赶紧拉拖 风还挺大的 还阴贴 哎呀没办法 谁要自己懒来的 就这样 跟大家现在做视频 都得开车边开车边做视频了 哈哈哈哈 没有说 但好玩就是那个 谢谢大家 再见再见